- 嗯? - 嗯? 哈嘍,大家好,我是秋天楓葉 那麼今天我們就來繼續介紹合作一趴大獎強化的部分啦 唉,該面對還是要面對啊 雖然很慶幸的是我沒有在上走 而把戰鬥暴龍獸的解析給趕出來啊 不然可能會被上修打臉 不過在看完上修內容過後呢,感覺大家的反應都會是 - 不! - 不要下班好嗎? 但畢竟木已成舟啦,我們還是老實接受吧 那這裡呢,我會用改圖的方式喔 直接介紹上修後的能力,那我們就飛到不多說,直接開始吧 那由於這次的解放,其實可以說是整個系統重置啦 所以我們就直接把戰鬥暴龍獸當作一張新卡來看吧 雖然影片為了節省時間,還是會引用部分太一的介紹就是了啦 所以沒看過大家可以先去看一看喔 那首先我們先來看戰鬥暴龍獸的對象技能喔 在上修後,單邊給的被攻的被血其實都不低喔 但是要達成最高被攻的條件其實是有點嚴苛的 主要難點是要消兩組火族啦 雖然這裡不限制手消,但一般來說要達成就要有相對應的機制啦 讓我們會比較輕易的去達成這樣的條件喔 至於對龍獸的增傷,就真的比較算是複加能力了啦 雖然這部分是在還原戰鬥暴龍獸的恐龍克星效果啦 但是在什麼裡被恐龍克星幹掉的 究極海龍獸跟機械邪龍獸好像都是機械族欸 就...挺奇異了 但這裡針對特定種族的能力喔 向來都是官方不做球就不怎麼有發揮空間的能力啦 相信大家也看得出來喔 那戰鬥暴龍獸的隊長技能其實非常仰賴隊伍技去輔助他達成最高的倍率啊 所以接著呢,我們就來看看隊伍技能的部分吧 那數碼暴龍獸和三大獎強化後共同的隊伍技能這裡就先掠過 剩下的隊伍技能一律是戰鬥暴龍獸當隊長 被選中的孩子當戰友就能觸發能力 兼具有無視燃燒這類比較基礎的,我們也就先跳過 路火回血啊,移動觸碰火星添加為龍竹竹 在介紹太野獸也有說過 想聽的可以直接去那部影片看喔,這裡就不重複了 我們這裡著重講新增能力喔 每下一顆種竹竹,戰鬥暴龍獸就會追打火屬一次最多五次 那由於戰鬥暴龍獸是有自殘種竹竹能力的 所以在大多數情況下呢,應該都會六下打好打滿啊 那這也意味著戰鬥暴龍獸會是他隊伍裡面的主席喔 雖然遺憾的是戰鬥暴龍獸的隊伍其實不適合主婦之人 因為戰鬥暴龍獸每回合都會將自身直行轉成強化火龍蝴蝕 雖然這個能力可以讓他的其他隊伍技能更容易被觸發喔 但就現環境來說呢,這種每回合都會改變版面的能力其實都不怎麼吃香 主要是因為這類能力真的太容易被針對了 先不說靜小火,光是屬性同等盾都有機會沒有辦法靠手轉解決 對個人而言啊,這種能力都是B大於Z的能力喔 不要用服帽的梗啦! 五次固定連擊盾對於會破壞版面的隊長來說也算是必備技能的啦 轉6C以上被選中的孩子還會再減1CD 配上前面的被寫的減具條件喔 戰鬥暴龍的時候當隊長要有高血量高傷害 就得盡量搭配被選中的孩子喔 然後靠念能力和這個隊伍技能 把吸力一回合當三回的喜喔 加上這次小獎技能效果都能持續兩回合啦 這樣的減吸力能力就能讓孩子們的技能打到湧動的效果喔 保安!可以讓人打溜打打溜打 只是說這次數碼暴龍的小獎能力真的沒有很適合戰鬥暴龍就是了 像是原本預計的專武束娜 因為屬性相同會讓能入隊的屬性少一種 降低兼具的許備率喔 所以如果關卡不是特別需要的話應該也不會特地帶上他喔 阿豬雖然能彌補戰鬥暴龍獸沒有加combo的弱點 但因為露出的水珠又會加具版面的破壞 所以感覺就挺尷尬的 不過話雖如此 目前看來他也算是小獎裡面的首選隊員啦 畢竟剩下的小獎不是空難牌就是不能入隊的便當獸嘛 兩張二獎其實也沒有到非常適合喔 所以就目前看來啦 阿豬應該會是戰鬥暴龍獸的首發隊員了 果然搞雞才是男人的浪漫嗎 總的來說呢 這次戰鬥暴龍獸的血量傷害其實都還算不錯 整體設計有點類似板田銀石那種速刷隊長 配上各種減系第一席技能的隊伍特性 就能達成一直開擊一直爽的效果 只是能吃到減系列的孩子們 技能其實都比較普通啦 戰鬥暴龍獸上學後雖然靠著兼具 把傷害拉高的不少 但也不像是銀石那樣突出到空轉兩席 就能帶走陷阱敵人的程度喔 更何況他還要轉六席以上才會觸發減系列 又要一直開技能 給人一種也不是很速的感覺 所以即使戰鬥暴龍獸血量很高啦 但因為他弱點頗多而且爽度不夠 所以個人覺得戰鬥暴龍獸雖然能出場 但應該不會是大家喜歡帶出來玩的隊長 主動技能的部分是CD7的直傷 點選三橫行引爆並固定掉落 一回合內全隊五十二三四五鼠盾 並且減少敵人反擊傷害100% 不過有鑑於防反和直傷目前發揮空間並不多 加上紙炸半板都是個人不太看好的能力 再再加上龍獸能五十二三四五鼠盾的角色 已經有拼命升卡毒龍了 龍獸目前沒有組全純火的需求啦 所以除非你為了全隊五十二三四五鼠盾的能力啦 不然要帶戰鬥暴龍獸出去打工的機會 真的不高 雖然話是這麼說啦 但是這個技能其實在自己隊伍裡面 也還算是可以接受的 畢竟戰鬥暴龍獸會有一直破壞版面的問題嘛 所以全隊五十二三四五鼠盾也算是一個必要能力喔 炸板固定掉落也能在沒有辦法轉化的情況下 在製造火星組 所以整體而言啦 這個主動技能其實還算是在可以接受的範圍內啦 前提是戰鬥要玩得起來喔 不過畢竟這種全隊五十二三四五鼠盾 是連上修後的救急龍獸卡都沒有辦法拿到的能力啦 所以個人覺得還算是可以接受的 你是不是在臭 總的來說呢 這次大獎強化在上修算是到了一個可以出場的等級啦 雖然剛開始看到上修資訊的時候 確實有些憤怒喔 但後來仔細想想並且實戰過後呢 發現自己低估了間距的虛備率和戰鬥暴龍獸血量上的優勢啊 有建議之前合作也有半天銀石這樣的隊長喔 所以感覺戰報也不會到完全不能玩的程度啦 實戰下來感覺也還算可以接受 但說真的啦 如果要玩得舒服應該還是需要官方做球就是了 我想給你舒服 當然我相信在奧米加情報已經放出來現在呢 一定會有人好奇說如果只有一張太乙 需不需要解放這樣的問題喔 那我個人的推薦是 隨你喜歡就好 會這麼說主要是因為目前要拿奧米加獸當隊員還是比較難的 畢竟能讓龍獸神都入隊的隊伍目前真的不多 至於當隊長的部分呢 因為奧米加獸他的高人氣啊 讓很多玩家在挖掘他的可玩性喔 但我真心覺得啦奧米加獸強歸強喔 但是就還沒有到破格的強度 畢竟隊長倍率看起來真的不高啊 感覺要有像是綠谷白夜叉和各大黑金這樣子的出場率 還是需要一點愛的啦 當然這部分我死心希望各位大佬打我的臉啊 畢竟個人真的很喜歡奧米加獸啊 至於小太乙的部分 雖然我一直在說他隊伍技兼CD很好用 但畢竟現在也沒有隊伍特別需要他啦 真正要發揮可能也是 以後的事情 如果既希望於未來龍隊長需要這種能力的話 多少會有一點虛無飄渺啦 加上現在兼C的隊長才是主流喔 所以未來是不是真的能發揮到小太乙的隊伍技能 說真的也是個未知數啦 而且戰鬥幫助說奧米加獸如果不在這個做球版本玩的話 感覺之後大家也不會有什麼機會拿出來玩就是了 現在解放啦 好像也不是什麼問題喔 所以個人覺得無論你選擇怎麼做啦 應該不至於會後悔啦 所以解不解放就看你有沒有愛 或是對神魔未來有什麼期許再做決定就好 反正我有五張啦沒有在擔心啊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讚告一多樂啦 我是秋天楓一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給在下方一個喜歡的喜歡請繼續看可以按訂閱喔 那就這樣啦 我們在下一期的GNN解析再見啦 大家掰掰 奧米加獸是真的帥啊 真心希望大佬們有很不錯的玩法可以拉高他的出場率啊 不然說真的現在拿他當隊長還是讓人有點擔心他能走多遠啊